謝謝主席,請教施主委 請施主委 你好 這個4G 4G這個 這個啟動以後 營業以後 那麼消費者這個負擔上面 你們了解的會有什麼變化 這個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 各位報告 這個第一個智慧方案一定會 比現在3G有更多的選項 也更有彈性 當然最主要的 這個系統建置完成之後 業者要 立刻讓消費者體驗到 跟3G有什麼不同 我想 這是他們最主要努力的方向 如果4G的服務跟3G沒有明顯的差異的話 其實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會很有限 所以要努力的第一個方向就是 實際體驗到 新的高速上網服務 是什麼樣的內涵 那這一點對於 高速基地台跟 剛才黃委員所指教的 微型基地台的部件 就很重要了 不是啊 我說 這個 這個 付費 付費的情形 現在3G的幾乎都一致 幾乎都一致 沒有差異 也就是說 最普遍的 就是 就是什麼 綁 手機綁約 綁約 就是綁約 最基本的是這樣 但是4G以後 他還用綁約嗎 跟文報 其實呢 中端設備跟服務契約 其實綁約大家都一樣 就是一個聯合壟斷行為 這一點我沒記錯的話 公平會有進入調查 光在這裡一看就知道 你看那個台灣大哥大 還有那個亞太 那個行動基地台幾部車子 中華電信看不到 有一部啊 我懷疑那是偽裝那是真房車啊 我可以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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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最後拿一部呢 如果你要加起來 因為我在這邊用喔 我從來 我從來沒有 沒有用這個 立法院的Wi-Fi 但是這一次 逼的不得已一定要用Wi-Fi 雖然慢一點 但是還可以通啊 因為他 他目端是用固網分流的 所以會不會用到新網路 但是這個用3G的話呢 雖然快 但是不穩定啊 所以這時候 我不得不 推我球技次 回來用Wi-Fi 我們在這邊20小時 白天執行關聯 晚上保護學生睡覺 非常辛苦 我們自己 自己只有用打瞌睡來補眠啊 辛苦 是這樣 但是用手機的時候 真的很氣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 顯得手機是唯一的辦理啊 但是手機呢 變成生氣的 讓你生氣的對象 原來就是中華電信 我一直講中華電信 太不爭氣了 現在這樣執行以後 趕快做加幾部這個 你比如說我故意讓他通信不良 那通信不良呢 他們這個 在議場裡面呢 他的這個網路作業呢 就會失效 所以運動的效果就會差 你不要搞這種政治小動作吧 各位爸爸不應該這樣 做一個服務提供者哪邊有需求 因為趁這個機會喔 你看那個議場裡面的 這個 那個 那個PC啊 個人電腦 手提電腦還有平板 非常多 非常多喔 他們這一次都是網路戰啊 要資源 要人 要物 切什麼 一調查 然後一上網 兩個小時以後 一個小時以後 哇他物資戰就進來了 有時候還過多 然後他要人 要醫護人員 什麼人員 什麼人員 要翻譯人員 現在他翻譯了幾十個語言啊 五十幾個國家的語言喔 他在網上徵詢喔 外國來的流行生 外國來的這個短期的 通通進來咧 我們這邊 看門啊 最清楚啊 進進出都要我們同意啊 因為警察不負責啊 所以這樣了解說 這一次 這個 這個 這個太陽花運動 的另外一章啊 就是台灣很快速的 進入一個 網路的 這個 跟政治運動結合的時代 他們做得非常的 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龍英台 稱讚他們行動一百分 但是他們說什麼 思想聯合那個 我不同意啊 他思想是超越啊 超越台灣這種 這種這個 沈浮啊 這個守舊啊 為自己得利益呢 還在這邊 還在這邊死守 死守舊觀念的 那一種思想喔 你的思想是一百分啊 超越的啊 所以 所以這個時候 我關心的事蹟出來 你看 他六家 不是聯合 壟斷 就是惡性競爭 不可能有六家嘛 所以他們拚啊 幾年 你預測幾年之後 會變成三家 會過病 不敢預測 一定會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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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強則亦強嘛 弱則亦弱嘛 那這個 施殺的過程 不要把這個 把惡性競爭的不當成本 轉嫁給台灣這些無辜的 沒有選擇的 跑來跑去都是 拖不出他們這些 這個財團聯合壟斷的 某掌啊 引號啦 沒有那麼嚴重 某掌 掌上啊 我們消費者太可憐啊 所以啊 我現在關心的是價格 那是消費的這個 付費率的 怎麼綁怎麼綁 那事實上呢 有為的這個業者應該 應該注意到 當市場擴大 然後用附加跟周邊的服務 來賺取利潤 你手機也是 這個行動寬頻的 這個相關的服務也好 包括這個 智慧型手機啊 這個平板 電腦啦等等 那你有線電視也是一樣 現在 像美國有線電視 一打開 900多台耶 900多台 免費了200多台 好 那你選 他為什麼 因為他基本這個 寬頻一建置以後 寬頻網路一建置以後 他就可以不斷的 有效 增加很多很多的頻道 那頻道 他就可以經營 做周邊服務等等 有些是雙向互動的 可以跟他討論等等 像這樣的這個方式 在台灣你要拿來遊行 這跟我們的社會的開放 民主的進步 也有幫助 是 所以 不要在基本費用上 跟人家精心計價 都聯合壟斷 那你NCC又不把關 你看那個 我們就有線電視的 基本頻道收費 單一價格 吃到飽 然後讓觀眾沒有選擇 我們已經持續跟業者 對話很多次了 而且 你把它 他沒有選擇沒關係啊 這個基本費用 降得很低 他就自己會努力啊 現在多少 現在最低的多少 目前 系統 系統 系統接種者收費 最低的多少 一個月 地方政府核到最低的到四百多塊 四百多塊 你一下子降到兩百喔 他還是可以生存 因為他在其他方面就會努力 那時候我在當天市的時候 五百塊是全國最低的 那後來你看 你可以降到四百 然後他們呢 這個我們那個審議制有問題啊 所以 有一次還跟他提高十塊錢 我原來發現說哪一個議員呢 哪人家好處被收買了 那議會又說 這個我們議會呢 一定要派幾席 他也是分章 也是聯合壟斷啊 的這個共犯啊 所以我說 嘿 下一次 那一個我就不准他 對不對 一樣席錯 一樣三席 但是放一個進來 那一個晚上賭博 白天呢 搞分章 對不對 那一個把他放掉 說那一個我不接受 硬要跟那個議長一卑調 好在那個跟議長也關係不太好 所以就把他換掉 那換掉以後又回到五百啦 所以這個 這一種這個 這個pricing的過程喔 我們很清楚 很清楚嘛 只要有人偏心啊 只要有人私心啊 只要有人貪心啊 你的市場運作 市場機能就被破壞了 跟文包 現在台南市的收視費 是NCD直接審理的 你跟文包一個好消息 對啊 今年台南市可能就會出現一個全數位化的系統服務 對 這是價格啊 應該也會是台灣數一數二合理的 合理多少啊 你說合理多少 台南市確實在這邊進步是有目共睹的 對會進步啦 其實很清楚啊 你可能他 他一增加四塊錢 一年就自然 又增加一千多萬的收入 他成本都沒有提高 一下就增加一千多萬的收入 所以啊 抓住一個原則 你要鼓勵他 把基本費力盡量降低 像韓國 韓國那個手機 智慧型手機 為什麼那麼流行 他們政府做了多少配套的努力 第一個 他用各種政府的這個能力啊 在兩方面 第一方面呢 就是這個 增加擴大市場 他連那個高齡的 老年人用手機 他不可能 不可能鋪文啊 怎麼樣弄那麼多 但是他最基本的 他變成行動電視 他手機變成行動電視 所以數文化的電視 配合這個 這種行動化的 這些網路系統 他就結合了 所以這個他造成的市場是什麼呢 你智慧型的手機呢 他還分分類 不是說 大家一直往上提升 成本越來越高 當然那種簡易型的 那種經濟型的 他還鼓勵他 給他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 總收入 他的這個 總利潤就提高了 人家是最近 那台灣呢 你看我們的手機就一種 那政府也不國 不理不台 才沒有 還是唱高調 愛用國後 愛用國後 國家被你愛死了 對不對 愛用國後 愛用國後 結果國家被政府愛死了 怎麼愛死了 因為嘴巴不是真愛 是假愛啊 你去看韓國 人家韓國是怎麼進步的 我們政府做的 政府比政府差量太多 所以 佔領國會 進一步佔領中方圖 有一天就變得差不多 你知道嗎 因為政府太差了 太爛了 那你NCC 在你的族子上 你應該 國際上 你做一些比較說 你應該怎麼 對業者要求 怎麼照顧消費者 照顧消費者 不是說這個 這個民粹式的 讓人家賠 讓這個業者賠錢 或是讓業者不進步 而是讓他進步 然後他又不賠錢 結果消費者的總福利又提高 所以市場 這個分割 分割再整合 你不做分割 像韓國分割很好 年紀大的 他知道大部分不會用這種手機 他不會逼人家去買這種手機 但是在功能效率上面 他一樣的出品 生產出 更有效率 更高級的 畫素更好的 畫質更好的 畫質更細 畫質更好的 那個手機 對不對 這個HD的 但是呢 它價格反而降低 為什麼 因為裡面的功能縮小 你看我們一部智慧型手機 裡面三十幾萬種 這個專利 他功能有時候太複雜 根本 包括每個人用的手機 到底裡面的功能 你用了百分之幾 你功能用百分之幾 昨天我換了手機 或者LINE 出問題 到處請教人 沒有用 結果我自己看他的說明書 慢慢 弄了幾個小時 以後 我把它處理過來 但是已經浪費我幾個小時了 對不對 這都是經驗 好 你NCC 你現在沒有答案 但是很快希望你有答案 就是說 這個四十幾以後 消費者的這個福利 消費者付費 這個費率 如何合理 你應該現在就要思考 不要他們的惡性競爭的 這個不當成本 轉嫁給無辜的消費者 好 謝謝 謝委員指針 你好